这就是我老婆熬夜看世界杯的理由,做这loop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霜若灼到了,男士们的小心脏是不是又激动起来了,每到世界杯女生仿佛都是身世外好不容易评论,两句还要受到男生的嘲笑,可是我告诉你们今年不一样了,因为,今年帅哥特别多,就连我身边从不看球的老婆在看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后, 也直言不会地表示C罗太帅了吧,不只是踢球帅而是这一身的剑子肉态,美,好,然而如果你以为世界杯就这一垮帅哥的话太,天,真,实话告诉你吧,今年世界杯也是伪球迷的狂欢,说起世界杯上的帅哥姑娘们想到的第一个人,应该就是贝克哈姆勒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不是在世界杯上把因格兰托入深渊的人, 而是这样的是好球员好丈夫好爸爸还是出了名的女儿奴,总是一个字,帅两个字,很帅三个字,非常帅四个字,无敌之帅,但其实,小杯只是一个开端那些在世界杯上,大放一彩的球员,有的长这样有的长这样还有的长这样, 而今年世界杯与其说是球队与球队间的较量,不如说是帅哥与帅哥间的博弈因未处,了颜值我们真的看不懂球啊,OK现在有请第一位出场选手,安德烈希尔瓦葡萄牙,23岁前锋提起葡萄牙人们,一般会想到,C罗可这位C罗在封线上的新搭档颜值同样不容忽视, 他不光帅并且聪明非常善于战术分析年龄小就算了,还长了个185的男神身高穿衣,显瘦脱衣,有若说的,就是他把格列兹曼发国,27岁前封2014年的世界杯,发国被德国淘汰,而一位长相清秀的少年累发球场的画面让很多球迷心碎没错,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帅朋友小哪吒,距离他出名已经过去了四年这四年中, 虽然他变得越来越沧桑,但是请相信我大部分时间,他还是长这样的西西特拉普德国,27岁门将相对于其他位置守门员中的帅哥比较少,但今年的德国队这位帅哥,绝对是一大看点啊,虽然在足球竞技上排名不高, 但论言之,我特拉普还真没扶走,谁你知道什么是完美的侧脸吗?真不愧被誉为德国男子摩特足球队秘书呢? 秘书请来一下,五分钟之内,我要得到这位小伙子的全部资料,罗伊斯,28岁德国中场罗伊斯,有多有魅力呢? Justin Bieber前女友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选一位足球明星,当男友那一定是罗伊斯,他的教练曾经透露每次比赛前,他都会精心打理发型非常care自己的形象,就连狗粮也非常养眼, 但是天度英才这位德国曾经的希望之心,但由于受到伤病困扰,始终于遇不得之希望,他在这次世界杯能有良好的表现吧? 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27岁中场,听说过C罗但你听说过J罗吗? 上一届世界杯的金薛奖,就是此人拿的自从上届世界杯后他就成为万千少女心中的心晋梦中情人,别看年纪小,其实已经结婚七年了哦 俗话说,帅哥和帅哥总是共通的和小辈一样,他也是妥妥的女儿奴一枚,宝宝来亲亲再亲一口皮克西班牙 三十一岁后卫,你可能对皮克不熟,但是拉丁天后,夏奇拉你应该略用耳闻吧? 没错,这位帅哥就是他老公作为巴萨罗那的元老级球员,他有着193的身高全身上下都透露这一种成熟的气质皮克的长相属于硬汉类型,但你却依然可以溺死在他的蓝眼睛里,踢球好,长得帅,并且还超级有钱妥妥的,一个富三代人生啊, 就是这么不公平拉莫斯西班牙三十二岁后卫拉莫斯的长相并不精致,但却非常有味道,被称为铁血队长,他是现今世界上最好的后卫之一 前不久,刚刚带领皇家马德里,彭奇欧冠奖杯三十二岁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但身材还是棒棒低生活中,也是个非常顾佳的好男人呢 武藤家记日本,26岁中场前锋这次世界杯的帅哥球员,不光来自欧美咱们亚洲也有,不光球技好还有爱心爱游戏爱美是内马尔巴西,26岁前锋注意了注意了,这位不光是巴西的头号球星,更是近几年难得的足坛天才,并且创下了超过两亿欧元的天价转会费,内马尔是属于嘻哈类型的,长相坏坏的笑, 为他吸引来了很多女球迷请问,你得说唱团队还缺人吗?来擦一把养眼的狗粮迪巴拉,阿根廷25岁前,疯,硬看帅哥看多了现在来一位小奶狗类型的吧 这个笑容甜得我牙疼呢?众所周知阿根廷总是会涌现出很多天才前锋,这位也不例外,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成为了国家队和俱乐部不可或缺的一员,因为颜值太高,他也被中国球迷称为 阿根廷陈冠希,就算是直男角度的自拍,但只要你帅就没什么驾驭不了的,他进球后的标志性庆祝动作也已经闻名全世界了 看完这些帅哥,忍不住爱了世界杯各位女同胞看够了吗?不瞒你说这篇推送,我是跪着做完的,要不是因为笔血留了一键盘,我还能接着盘点,毕竟还有好几百号人没说呢? 每次到国际大赛的时候,总有男生嘲讽女生,你一女生懂什么球啊?看什么世界杯?知道什么叫月位吗?如果今年要是再有人这么说,你你就把这篇推送甩出来,对不起,这就是我看世界杯的理由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完这篇亮眼的推送,今年世界杯,真的不跟着凑一把热闹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